好 謝謝 那我說一下 因為我是上一次第一次參加那個年會 然後今天就來提案 那所以我也有一些 對於這環境的陌生 所以我才會有這樣子的 我會有這樣的陌生感 所以我就先做這樣子的一個請求 那我提案的題目就是 新住民族館的第一部 博物館官網的母語化 因為我在想說博物館的這個 比較人文的部分 跟俊靈畢這樣的一些特殊做一些結合 那我是誰我剛才已經介紹了 那實際上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基本的博物館員 但是對我來說 下面一張圖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動力 如果一個展覽 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自由的在這個作品 做更多的表達 我覺得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 那這樣的一個動力 就推動了我 參加了這樣子的活動 那在這個年會裡面 實際上讓我看到 組織跟社群的合作 也讓我開始評估 我關注了博物館新年 這個議題怎麼樣有效的結合 那麼開放協作 怎麼樣做一個可能的連結 就變成說 上次參加到現在的一些想法 那另外一個 事實上 這個也對我來說 是個很大的鼓勵 小學生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做一個博物館 管員可以問到 我會嘗試看看 就是說 小學生看到了這個 東南亞新住民 事實上 在 火車站附近的集合 但是他們事實上 連坐火車都很困難 所以他在課程的那個學習裡面 老師就帶著他們去學印尼語 然後簡單的語文跟運喉 語文的那個使用 那他也感受到自己原來 像學一個體驗到新住民 以及學習新語年的困境 那後來他們就有一個提案是說 可不可以在台鐵之中賣賣機 交信住民怎麼樣來定 自己就可以定票這個動作 那最後他們這個信 得到了那個 台鐵的這個局長的簽名 然後也雲落說他們 之後會做這樣子的一些動作 那最早的一個優先開始試用 是在台彰化的這個 火車站相貼的那個 東南亞語言的這些操作 那這個是他們那個 局長的這個回信 那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 想法是有一個基礎的 事實上 新住民看展覽的時候 他是有一些經驗是可以表達的 時間到了 好 剩一分 好 但重點就是說 重點就是說 這一些 因為我做過一些小型的展覽 然後跟社群合作 讓新住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 把他的那個想法寫在這個作品裡面 那有沒有可能回到 像國務館跟這個社群的一些合作 那麼讓 就是說台灣的博物館這麼多 那如果你要跟官方合作 實際上官方沒有這個語言 他的那個 經費本來就是少的 但是另外一個 你要跟官方來做的話 官方會決定說 到底他們跟社群合作 社群翻譯需要錢 那我覺得這個合作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如果他的第一步是 反過來則要去看 博物館的名稱 博物館地點 博物館交通 這些比較簡單的訊息 有沒有可能可以來做一個 一個簡單的連結 然後配合上細節化的活動 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澄清 好 最後30秒 就是說有一個新住民 花了十年的時間 從屏東做到 做到了這個 那個黃金博物館 那他的這樣的原住民 他的這個旅行花了十年 那如果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 這個介面 讓這個十年的時間多短 那以上是我的提案 那希望後續跟大家多多 舊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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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 謝謝